第39題加一柄三個導體均有相同的材質組成 導體甲的長度為S公分 截面積為Y平方公分 導體乙的長度為2S公分 截面積為Y平方公分 導體柄的長度為S公分 截面積為2Y平方公分 在實驗過程中導線及安培劑的電阻 電池的內電阻忽略不計 已知圖1的電路中 安培劑毒素為0.2安培 則圖2的電路中安培劑毒素為和 那麼我們看得到圖1跟圖2面 所有的電阻的電壓都是一樣的 圖2是並連電路總電壓跟分電壓相同 所以我們這個圖上面的每一個電阻 還有兩端的電壓都是一樣的 那根據我們的公式R等於I分之V 或者是V等Ir 當我們的電壓都一樣的時候 我們的電阻可以跟電流成反比 那麼題目上給的電阻的解面積還有 我們的長度就是上課老師教過的 電阻的大小跟解面積成反比跟長度成正比 那我們看到圖2的甲的電阻 它的電壓跟我們圖1的電壓是一樣的 電阻當然也是一樣的 所以電流就會一樣 電壓一樣電阻一樣電流就會一樣 就是0.2安培 那麼我們看到我們以這個電阻 它的長度是假的2倍面積一樣 長度變2倍電阻就會變2倍 但是我們的電阻又會跟電流成反比 所以電阻變2倍電流就變成1分之1 所以通過以的電流呢就只有0.1安培 而我們丙呢是面積變成2倍 而長度是一樣 那麼電阻的大小會跟解面積成反比 所以我們的面積變2倍的時候電阻就變成1分之1 但是電阻又會跟電流成反比 所以電阻變成1分之1 電流要變成2倍 所以通過比的電流就會變成0.4安培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0.2安培 一個0.1安培 一個0.4安培 匯聚成我們的總電流 所以總電流在病年的時候 就是分電流相加 就是0.2加上0.1再加上0.4等於0.7 所以我們通過電池的電流 也就是通過安培計的電流 就是0.7安培 第39提供我們說 則圖2的電路中安培計讀數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 0.7安培